王爺,進宮之後,可曾見到那珍珠山。 本王見到? 王爺可曾認出此山。 可惜,不是李軍侯的那件珍珠山。 王爺確定所見到的珍珠山,乃是龐娘娘所有。 不錯。 當時,龐娘娘可是穿在身上。 不,是龐太師要成功過命,到龐娘娘宮中取的。 太師要成功去取的? 王爺,可否畫出那珍珠山的模樣? 這個不來。 王爺,向皇上。 王爺,快請平身。 王爺,朕什麼時候才能穿上你做的衣服啊? 正好,爺爺做得不好。 你那麼靈巧,一定做得好。 這麼晚了,她來幹什麼? 她來還珍珠山的。 还珍珠山 这是怎么回事 我哥哥也想仿座一件珍珠山 他来借山取样的 妄论 珍珠山 如此说来 你当真是非鹰帮的人 是 因何要行刺八王爷 回大人的话 我们受雇于人行刺 实不知情 受雇于何人 一个戴面具的人 你们于那李军侯 又有何恩怨 李军侯 小人不是 还想叫来 包大人 小人敬重展大侠的义气 甘愿受审 我们非鹰帮的人 认钱不认人 此乃珍珠山之样土 不知莫老可能从这儿 看出此山的来历 珍珠山 天下只有两件 李军侯的那一件 老夫是撩如指掌 这一件 样式有异 当时大理国的 大理国 所进贡的珍珠山 乃是王财人所有 看来 八王爷是中了调包之计 一群 有 是 第一 有一 是 哪 那 哎 在 瞞過了八王毅,卻瞞不過包整 遲了一步 現在最重要的 是要謀求解決之道 若是包整得知幻山之際,被娘娘過散 你怎麼會這樣? 無命 大人 她在偷聽 治理風大 小心照亮 先回房去 大人 大人 接什麼? 她飛得了嗎? 臣今日此徒請教杭家 杭家斷定 此山乃是大禮國之物 大禮國珍珠山? 不錯 大禮國之珍珠山只有一件 王上賜於王財人內監 可是據王倫所說 她所限制珍珠山乃是夠自西域 如今,卻又為何變成大禮國所有? 臣以為 想必有人 將王財人之珍珠山 當成了龐娘娘所有之珍珠山 取來給太后與八王爺建設 你是說 陳懷疑王倫動了手腳 她是來還珍珠山的 還珍珠山? 這是怎麼回事? 我哥哥也想仿做一件珍珠山 他是來借山取樣的 我哥哥也想仿做一件珍珠山 是來 你 你 你 我哥哥也想要一件珍珠山 你 我哥哥也想要一件珍珠山 你 我哥哥也想要一件珍珠山 讓三堂老先生 親自見別 依你之見 依臣之見 庞娘娘所有之珍珠山 該是立足以侶供之物 果真如此 即可證明王倫射入離府心安 皇上聖明 太师驾临不知有何见家 王大人 那包拯入宫见家 不知包拯所造何事 无人知晓 不过皇上在见过包拯之后 突然决定在御花园内设宴 同时命小女与令妹两人出席 皇上最宠爱的 原本是他们二人 其就其在 皇上命二人都要穿着珍珠山出席 也许是巧合吧 巧合 王大人 御龙只指挥宋剑密报老夫 包黑子将领着墨三堂与席 墨三堂 王大人 王大人 你坦白告诉老夫 你那件珍珠山从何而来 王岭已然禀明太师 此山构自西域 你坦白问 是有真凭實際 絕不至於輕舉妄動 如今他敢帶著墨三堂入宮 必然是沖著離府寫案而來 太師 喝口茶吧 此乃荊州名茶 王龍大人 這都什麼時候了 老夫哪有心思喝茶的 太師 墨三堂乃是古董名師 據說他閉目手摸 就可以判斷出金珠山的真偽 王大人 老夫小女若是因此山而致名裕受到傷害 老夫絕不善罷開希望 王龍早文太師十分同愛娘娘 老夫小女跪比娘娘 若是因此山竟然是一件髒物 而致名裕受到傷害 此事若傳揚出去 那他顏面何才 太師疼愛女兒 王龍也敬重娘娘 豈會冒天下的大不貴 獻上一件髒物猶辱娘娘親孕 你是說 王龍一聽說 包大人找墨三堂入宮 心裡就安了 此花增腳 莫三堂既是大師 必定奉公行事不會受人左右 自然能夠證明 唐娘娘的珍珠山 乃是來自西域 你准有此把握 太師 王龍在荊州 也有青天之御 誰啊 誰啊 財務輪葬 來了來了 你不是葬昭 好 你不用管我是誰 你認我這兒是嗎 聽說莫老先生是古董大師 在下有一樣東西 要莫老先生鑑定一下 這是莫愁的玉佩 好人家好眼力 他在哪 非鷹幫手 非鷹 非鷹幫 你們要錢 你們要多少錢 我們不是要錢 那你們要 要莫老先生一句話 一句話 只要莫老先生 帶回進攻之時 判斷龐飛的珍珠山 並非李軍侯所屬 而是來自西域 莫愁姑娘 自然會平平安安回來 你 你 莫老先生 在下展昭 奉命前來接你入宮 小心你的孫女 莫老先生 快點兒 準備好了沒有 我 我 怎麼了 你身體不舒服 沒有 我們走吧 請 燕燕叩見皇上娘娘 快請停一聲 燕燕 燕燕, 今日未施之粉 燕燕, 忘了 燕燕, 未施之粉更显青春 真的 朕就是喜歡你, 清純自然 好, 乾杯 起座皇上 包大人於莫三堂, 已經候宣了 宣 是 皇上, 您既然有公務在身 臣妾就先行告退了 愛妃不必迴避 朕今日請為行家來鑑定珍珠山 包大人請 臣包拯 莫三堂 叩見父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平身 謝萬歲 莫三堂 臣 有研究 臣略知一二 那你說說看 王財人身上這件珍珠山 是何來歷 遵之 祈禁皇上 昔日 唐高宗得上古珍珠山 命人仿字 賜給張淮太子 後張淮太子被武后收費 遷移益州 玄後被武后賜死 此物既流落民間 後為大理國王所得 好 好 果然是行家 這件正是大理國進貢的珍珠山 那 你看龐娘娘身上這件 是 你 他 是 你 你 是 是 你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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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人,你這樣問法是何居刑? 莫老 確實是西域之物 並非李君豪所有 包大人,這樣的回答你滿意了吧? 包卿 莫老先生已然做出鑑定 你可有異議 臣無異議 你可知道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 三十年前 你可知道 王倫為什麼會變成孤兒嗎? 你不相信 訪問他 他就這麼貼心 是誰? 我認識你 原本是在見面的 哪一件事? 大人是無奉的 就一個賢人 的 可是我见过 我见过四十一个亲人同时离我而去 一夜之间 四十一个亲人惨遭毒手 一夜之间 王伦的富豪之家变成瓦砾 一夜之间 王伦从个富家公子变成乞丐 那个时候 我只有八岁 王大人 你说 惨遭毒手 就是李俊侯 不 不可能的 就是他 他寄予我家财产 勾结山贼 洗劫王家庄 一夜之间 血流成河 谢债谢还 以命抵命 王伦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莫三堂 问题就出在莫三堂身上 大人可是发觉 那莫三堂有什么反常之处 我 班伦只是隐约感到有一丝异常的气息 捉摸不到 大人 金属下去接莫三堂的时候 他似乎大病了一场 大病一场 脸色苍白 目光惊奇 仿佛遭到什么变故 怎么会这样呢 老人年纪古稀 无掷无求 又有何人能让他惊计 只有一个人 莫仇 大人是怀疑 有人用莫仇来威胁老人 班伦怀疑是那王文 可是莫仇去 是 属下曾潜入林霄楼搜索 可是 就是不见莫仇姑娘的踪影 林霄楼宛若迷宫 王文要藏一个人 又岂会轻易让人发现 大人 属下今夜再举 大人 依循人之间 不如先把莫三堂找来 恭喜新方 不 莫仇不必找 莫老先生也不必找 本府有一份情帖 要烦恼斩护为走一趟 大人欲请何人 邦伦 大人 夜长梦多 怕是吗 如今 就算我把他送到开封府 他也不会背叛我 我和殷庭 魂尔万 你怎么啦 咳嗽啦 沒事兒 皇上夜深了身體要緊 該歇歇了 不行 朕一定要看完這本奏折 皇上 這本是包枕的奏折 包枕的奏折 哪比得上皇上的身子要緊 包枕 這本是奏折 派了多批人馬前去荊州查詢 方才完成這本奏折 朕又怎麼忍心有負他的忠心呢 荊州 爺爺,你還是先去休息吧 皇上 聽說包大人在查我哥哥的事情 爺爺 皇上 朝中之事 爺爺哪敢理 可是哥哥的事 我怎麼能不理嗎